老婆 一层的户在搬下来了 我把取证的号码 发到你的手机上面 你找人去取 然后再寄过来好吗 可以 我们一个月没拍视频了 把最近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说一下 你妈妈那个事情可以说吗 算了吧 加手机和外盐 这个也不算什么丑的事情 都一个月了 也迟早要面对是吧 你既然你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小赵 一个月不见了 非常的对不起大家 没给大家更新 也感谢大家的对我们的操心 经过一个月 我小女儿的护照终于是办理下来了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说 为什么停更的原因 也看到很多朋友猜测 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 这一次是真的没有吵架 紫霞对我挺好的 第二个说的最多的就是 紫霞是不是不愿意回国了 跟我发生了矛盾 紫霞你跟大家说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很好啊 现在我在等我老公嘛 那时候 现在我等老公安排 我们回中国 也就是说回国的权力是在我的手里 是的 我什么时候安排回国 我们一家就回国了 是的 上一次拍视频 本来我们是计划要回国了 拿到护照就要回国了 是吧 然后跟大家慢慢说吧 其实紫霞这一次来越南 她的诉求就是 来生孩子 是的 跟医生能够更好的沟通 安安安全健康 就知道自己怀孕健不健康 能够跟医生沟通 这是她的诉求 是的 现在孩子也生好了 但是我现在呢 是有一个原因 在计划 回国的时程 是不是要延期 还是说 现在把护照盖好 沾马上回国 现在我还在考虑这个事情 后面的几期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铺垫 为什么到底是延期 还是决定立马回国 这个事情 然后再说一下 为什么没拍视频嘛 本来紫霞想隐瞒了 她觉得是个不好意识的事情 就是丈母娘找男朋友了 然后紫霞要带回家 紫霞不愿意 然后紫霞跟丈母娘呢 就闹得不愉快 然后就是丈母娘白天出去 晚上回来 一天不归家了 两个人赌气呢 那我是觉得哈 因为丈母娘太年轻嘛 就你爸爸也去世这么多年了 这个是人性的需求嘛 需要有个人陪伴 你们儿女到时候你回中国了 你儿女都不在身边是吧 找男朋友也不一定是个坏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本来想隐瞒 后面我觉得到时候我如果带丈母娘去中国了是吧 当时又说去中国相亲的事情 就不能隐瞒粉丝 现在他既然找男朋友了 时早是要面对的 那随着丈母娘去 我们也不能改变 所以我就告诉粉丝们了 如果我到时候带丈母娘去中国的话 那就是纯粹的探亲了 那什么相亲的这个环节这种视频就不会再出现了 首先跟大家交个底 别到时候说到时候又搞什么相亲的 什么又有男朋友什么就不好了 所以我就现在要在我的视频中把这个给交代出来 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呢就打得我措手不及 在越南这边你们也知道 我就丈母娘一个演员 再加上指甲一个演员 大家家里面都是其乐隆隆的 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这边呢 整成了这样 就不想把这些不好的一面啊 带给粉丝 因为大家也不想看到一些心情不好的负面东西 然后又看到其他的同行啊 帮助丈母娘家呀 做的水生火热的 我就越想越消沉 我的能力是不是太差了 让我就是题材很枯竭 对吧 然后二胎呢 二月份的时候又闹 闹得特别厉害 然后我帮指甲抱也不行 必须要指甲抱 到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现在你把它放到船上 他还会躺在那里不说了 然后指甲也比较辛苦 两个演员 全体就是不好不太方便了 然后我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去突破这个困境 就是同样是中外家庭嘛 家和万事比心肯定是很重要的 要把这个家给团结起来 是吧 但是我没这个能力 所以我很怀疑我自己我就 有点你知道吧 我就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然后我就很迷茫 然后只想要带孩子也累 我就想着停吧 现在救不了了 就有少之后了 不是救不了 说实话 我会突破这个困境的 是吧 想改变就改变不了了 对 所以今天就说出来 然后再接着下面的路 路还是要继续走的 对不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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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